马斯克找来UFC传奇帮忙备战扎克伯格 比赛地点有望在古罗马斗兽场 顶级网红洛跟保罗约战UFC坏小子 想跟马斯克同日出战 本期的格斗大事件 我们说一说马斯克与扎克伯格的约战后续 简单回顾一下前因 最开始马斯克在网上评论要跟扎克伯格来一场龙斗 然后扎克伯格让马斯克发地址 马斯克紧接着回应拉斯维亚斯八角龙 这个世界还真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两个富豪最终选择用最原始的方式过过招 最开始马斯克的妈妈极力反对 要帮他俩取消约战 很显然马斯克没有选择做妈宝男 并且已经开始了备战 早在马斯克与扎克伯格的约战初期 UFC前冠军GSP就向马斯克发出了帮其备战的邀请 7月4日 这位次中量级传奇人物在视料媒体上 分享了与马斯克的合影 并配文与非常钦佩的三名男子进行了很棒的训练 除了马斯克以外 一同训练的还有著名的巴西柔术教练约翰丹纳赫 以及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兼播客主持人弗里德曼 GSP感叹 这张照片中的综合智商是一千 不包括我 画面转过 扎克伯格近些年一直有练习格斗 钟爱柔术 近期也参加了柔术比赛 扎克伯格一方也准备班旧兵 UFC名将凯文里透露自己收到了邀请帮扎克伯格备战 此外 马斯克在视料媒体上透露他与扎克伯格的比赛 很可能在古罗马斗兽场举行 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古罗马斗兽场 已经有近百年没有举办过大型活动 如果真的成行 那这活也整得太狠了 有媒体透露 意大利官方已经发出邀请 但是近日意大利文化部办公室发表声明 大概意思是我们并没有主动邀请 也没有发表正式书面文件 随后补充 但这并不是不可能 马斯克跟扎克伯格必须进行非暴力挑战 马斯克与扎克伯格的比赛会不会顺利开打 仍是一个未知数 白大拿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上印有扎克伯格大战马斯克的T恤 白大拿表示 不管你们打不打 这波流量我现干为敬 这位世界上最能拉架的老板 在整活方面也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 另外顶级网红洛根保罗在视频中表示 如果伊隆马斯克和扎克伯格打起来 他愿意给二人打电场赛 完成他的UFC首秀 并且不要出场费 也用于慈善 保罗连对手都挑好了 他想打UFC超级新星帕迪皮布莱特 洛根保罗与兄弟杰克保罗 这两年在拳击界也赚得盆满钵满满 杰克保罗与数位MMA前冠军交过手 而洛根保罗2021年跟不败拳王梅威斯 打过一场八回合娱乐赛 入账数千万美金 作为顶流网红 保罗对流量的嗅觉是相当的敏感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